今天要來請大家填坑的案子 就是現在看得到開放藥店 那先簡單跟大家做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是三個人的小團體 然後這位是胖胖藥師 他目前在社區診所擔任職業藥師 那我的話在平面媒體服務這樣 有點職業捐彈 然後另外一位常常被我們煩的 可以說是我們的師父啦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是相關背景的人 所以我們會常常去煩威士忌一下 那為什麼要做開放藥店呢 相信在座的人一定都會吃藥 那一般人也許會認為生病看診 或去藥局買藥 然後把它咕嚕咕嚕吃下去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 可是其實背後有很多的問題 甚至跟整個社會還有預算的分配也會有影響 OK 那我們的動機 會想要做這個東西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他自己是藥師 可是呢 常常有不同的患者都問他一樣的要真的問題 比如說 藥是藥師我不要吃被固醇 那好可怕喔 那為什麼要開抗生素呢 我不是感冒而已嗎 或者是感冒藥 吃了會不會改 要不要餵藥 類似這樣 或者是第二個 就算他是藥師 他的親友們還是常常會吃醋藥 一天三次的只吃了一次 或一天一次的吃了三包 第三點是 我們希望說 這根其實我自己在媒體服務 我就會發現說 月聽人的 媒體試圖能力 其實是可以由下往上改變的 同樣的道理 如果一般的民眾 對於藥品的資訊更了解 然後 更清楚自己吃了什麼藥 我應該吃什麼 我不應該吃什麼 他能夠跟醫生討論 他也知道醫生 為什麼要開這個藥給他的時候 久而久之 我們有機會可以改變現在的 用藥現況 甚至可以改善健保的財務 第四個就是 等一下你們可以看到 現有的藥品查詢頁面 其實蠻嚇人的 好 那目前我們查得到兩個 比較有官方認證的相關資訊 一個是 都是在衛服部下面的 健保署跟食藥署 跟食藥署 都有 那個型其事 你可以看到的 這是健保署的用藥 然後他的介密就長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 這是食藥署的介密 你可以看一下 他長這個樣子 很恐怖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是 第一個資料匯整 就是把現有的資料爬出來 還有我們希望以蒙點為目標 做一個網站 讓大家可以方便查詢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 目前出錢的模式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填肯 最後呢 我們需要的是 IT專長的夥伴 然後還有設計專長的夥伴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 醫學藥學相關的夥伴 團隊謝謝大家